哈利路亚,愿大家平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 你住在哪里,哪一条街,对你来说是很重要。 这反映你喜欢那个区,反映你的需要。 往往你住在哪里,也多多少少反映你社会的地位。 古代的帝王,他一定是住在皇宫。 今天的总理、总统府也有他们的官邸。 经济比较好的,当然就住在所谓的比较好的区。 我们人一生的努力,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为了要住得好一点。 那如果以这个道理来说,那有越多资源的,越尊规的人应该要住得越好。 那应该,天上的主,最伟大的真神,祂住的地方应该是更好的,最好的。 你问小孩子,诶,主耶稣住在哪里,祂一定说,哦,天上呢,很荣耀了,金子座的地板,然后很漂亮的天国。 当然这个是没有错。 但是圣经却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也住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生命纪的三十三章。 第十六节,《生命纪》三十三章的十六节,《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祝荆棘中上主的喜悦。 愿这些福都关于月色的头上,关于那与弟兄童别之人的顶上。 这里记载摩西死之前替十二个自派祝福。 那特别要祝福月色的时候呢,讲的福气越来越多,非常多。 And specifically, when the blessing comes to Joseph, he said a lot about it. 从第十三节,到十七节, until verse 17。 因为月色产生了两个自派。 比一般人还多一杯。 那为什么月色得到那么多祝福呢? 因为这里说,他跟他的弟兄非常不一样。 这里说,与弟兄永别之人。 雅各有十二个孩子。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行为不是太好。 但是因为是选民的后代,所以得到一些祝福。 但是月色,他跟他的弟兄很不一样。 从很小就看得出来。 哥哥做坏事,他不跟他们一样。 所以被欺负。 被卖到埃及。 下到波提法的家里。 被祖母引诱。 他也跟别人不一样。 拒绝引诱,拒绝犯罪。 又被吓到剑脑里面。 他又跟别人不一样。 很忠心。 也很会办事情。 后来得到机会了。 替法老解梦。 成为宰相。 他也跟别人不一样。 把国家管得非常好。 所以他的一生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这种不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是你要经过一段很辛苦的日子。 好像在荆棘里面一样。 结果这里特别提到,神,我的主住在哪里呢? 这里不是形容祂住在天上,荣耀的天宫里面。 这里是记载,祂是住在荆棘当中。 月色的一生就是住在荆棘中。 是到后来才比较胜过苦难。 但是在荆棘当中,神与月色同在。 所以神也是住在荆棘的当中。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如果你说神住在哪里,祂住在荆棘当中。 今天你跟我的家,应该没有人住在荆棘当中。 我们家里后面种花、种菜、种草, 也不会有人故意要种一些荆棘。 那为什么,这里特别形容神,我们的主住在荆棘中。 那为什么,这里特别形容神,我们的主住在荆棘中。 对我们有什么关系? 首先我们谈谈,到底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荆棘。 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 《创世纪》的第三章。 《创世纪》的第十七节。 《创世纪》三章十七节。 《创世纪》的第十七节。 《创世纪》的第十七节。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不要吃田间的菜蔬。 《创世纪》这里记载神跟亚当所说的话。 亚当其实也是挺无辜的。 他其实没有很想要吃那个分别善而果。 但是他太太对这个有兴趣。 被蛇引诱了。 自己吃了,还要给他先生吃。 那亚当没有阻止他,反而听了太太的话。 所以他也要承担这个后果。 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姐妹讲话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影响得好,全家也得到福气。 影响不好,又会带来一些困难。 好了,但是无论如何,亚当要负责。 神没有跟夏娃说这段话,神跟亚当说,你从此之后,你要知道你生活会有困难。 你要终生劳苦,从地里才得到吃的。 为了要增加他们的难度。 所以第十八节,地要长出荆棘来。 在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在地上没有荆棘这个植物的。 因为这个植物本身没有什么用。 又会占空间。 你把它拿起来,要吃到你的手。 所以,这个本来不在神的计划里面。 人犯罪了,神咒诅这个土地。 所以长出荆棘来。 所以荆棘是代表一种苦难。 代表罪进到世界之后,人要面对的苦。 那亚当要面对什么苦呢? 本来以前不用种地了,所以一边拿水果都吃得饱。 现在要自己种了。 我以前常常去非洲。 下一个月也要再去,二月的时候也要再去。 看到那些弟兄姐妹种田真的很辛苦。 那个地有时候干的时候硬得跟石头一样。 在很干旱的时候,什么都不长。 只有一样东西长。 就是荆棘还有这些杂草。 很奇怪,不用养它,不用浇水,不用营养,它就会出来。 所以你要种田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除掉。 但是你没有几下的,它过几天你不理它,它有长出新的。 这个代表我们人生因为受到罪的影响,好像荆棘一样的苦难的生活。 第三章十九节说,你必流汗,汗流满面才到一口。 耕田的人当然就是要流很多汗。 我们现代人的工作很少流汗。 但是有汗流反而好。 流汗工作的人晚上回到家就睡觉了,也不用想太多。 现代的人没有机会流汗。 工作用头脑比较多。 那个压力很大。 在家上没有流汗。 在家上没有流汗。 晚上睡得很不好。 那生也是一个苦。 我们说生老病死,人生的是苦。 生的时候妈妈要受苦。 在产房里面拼命叫,拼命喊。 孩子被生出来也是哭的,也是不开心的。 在妈妈肚子里面很温暖,还可以游泳。 哇,出来了,又冷,又干,还要自己吸奶。 那小孩子一生出来,其实也开始压力很大。 以前的孩子很快乐。 以前的孩子很快乐。 现在的孩子很辛苦。 现在有一些幼儿园, 妈妈肚子还没生出来, 就已经报名,又占一个位置。 小孩子也很苦啊,要补习啊,学这个,学那个,压力很大。 好了,很不容易了,一些奋斗了,得到一切了,要开始老了。 老了也是一个苦。 有时候也会孤单。 那如果健康还好。 健康还可以旅游一下,还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 如果健康还可以旅游一下,还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 有一天,那个生病抠门了。 常常要跑医院了。 这又是另外一个苦。 会生病。 人在保养也是会生病。 再健康也是会生病。 病到最后没有得医了,就叫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的人自己会害怕。 亲人死掉了,你也伤心。 所以有人说人生从伤痛哭开始,然后从哭结束。 所以如果有一种植物可以形容这个人生,就好像荆棘一样。 这样,让我们真的过得很苦。 这个叫苦难的人生。 那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是这样。 后来他们进到埃及了做苦工。 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 一章的十四节。 Exodus 1, verse 14. Exodus 1, verse 12.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 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 十三节。 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 所以,Egyptians made the children of Israel serve with rigor,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看他们的以色列百姓,这里讲了几个苦字呢? 法老苦害他们。 每天做苦工,自己的命觉得很苦。 小朋友都很开心,每天只是过着玩。 但是人越长大越觉得说,人生啊,到底真的是遇到很多的不顺利。 穷人有穷人的苦。 富人有富人的烦恼。 有一些是家庭的问题。 好了,那在以色列百姓遇到那么大苦难的时候, 神却给摩西看到一个异象。 我们看三章,出埃及记的三章的第二节。 出埃及记三章的第二节。 耶稣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第三节。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大异象。 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 摩西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形象。 本来荆棘在旷野,本来荆棘在旷野到处都有。 但是荆棘有火在烧它,这个火很特别。 因为这个火,没有办法把荆棘烧毁了。 荆棘是很容易被烧的。 那么它很干。 烧得起来,有种哩啪啪啪那种声音,一下就烧完了。 但是,烧了半天,那个荆棘还在。 摩西就说,我要过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这个荆棘没有被烧毁。 一般的荆棘一烧就不见了。 结果他一过去,不得了,有声音出来跟他讲话。 第四节,耶稣瓦神见他过去要看,奏虫荆棘里呼叫摩西。 他叫了两次,摩西,摩西。 他说,我在这里。 这里说,神不是从天上跟摩西讲话。 神也不是在旁边跟摩西讲话。 神是正正地在这堆被烧的荆棘当中跟他讲话。 还把他的名字叫两次。 很亲密的,直接跟他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这个意象有什么意思? 这有像摩西在《生命纪》里面所讲的。 神是住在荆棘里面的。 这个荆棘就是以色列百姓。 他们过着被咒诅,被苦难的生活。 一切都很不顺。 法老王压迫他们。 每天他们要做苦工。 心中也很苦。 有时候我们生活的压力架在一起, 你仔细把它写出来,真的还蛮苦的。 要把开心的事写出来,有时候不容易。 你写写,最近很开心的时候要拿几件。 给你一张纸那么小的,你也写不出来。 一个人。 叫你写出来,你感觉到了压力,你很不开心的事情。 有时候三张纸,一本书都写不完。 在公司遇到的不开心的事。 家里夫妻之间的事情。 孩子有时候不停缓。 跟你的婆婆要怎样。 跟你的媳妇要怎样。 有时候的烦恼加起来变变忧郁了。 很生气哦,晚上还睡不着。 好像很多东西在烧你啊。 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到这种, 窘壁,窘破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你会想说,哎呀,到底神在哪里。 神会听我吗? 神知道我在经历什么吗? 神远远在天上。 神有办法了解我吗? 在一般的人间的政治的制度里面。 君王没有办法了解百姓的苦。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 哇,百姓很穷。 有人告诉那个王后,玛丽安东尼。 哎呀,百姓很苦啊,没有面包吃啊。 王后就回答了。 哎呦,没有面包吃,为什么不吃蛋糕? 那么她自己没有受苦啊。 她觉得面包不吃,可以吃蛋糕啊。 如果吃得起蛋糕,就不会饿肚子了,就不用在这边苦了。 所以这几天啊,这几个礼拜法国啊,巴黎又在起革命了,又在暴动了。 啊,因为当权的,再高的,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在最下面的人的生活。 这个谁当都一样。 哪一个党上去也一样。 人没有办法了解比他低的人的苦难。 但是我们的神的不一样。 祂虽然是在至高的处。 但是从很早的时候,祂都决定我要下来。 我要了解我百姓所经历的苦。 所以祂要给摩西看这个意义。 不要以为你自己在受苦,我不懂。 其实你在受苦,我也在受苦。 我与你一同受苦。 我们看以撒亚书六十三章。 以撒亚书六十三章。 以撒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祂也同受苦难。 并且祂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祂以慈爱怜悯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地他们。 这里圣经就形容了。 它说,我的百姓在受一切的苦难。 但是其实神也体验到这个苦。 我们有时候看电视新闻, 哇,某一个地方饥荒了,那些没有饭吃啊。 哦,孩子披黄骨瘦。 那里一直在砍鸡腿啊,吃叉烧啊。 哎呦,好可怜哦。 他们好可怜哦。 顶多我们就签个支票,捐个钱过去。 没有关联的。 你知道,但是你感觉不到。 你也不想去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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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个地方好危险哦。 千万不要去这种地方。 那边啊,去可能会被抢劫,可能打仗回不来啊。 你绝对会避免它。 只有一个情况,你会冲过去。 情况是什么情况。 你的女儿在那边回不来啊,你要去救她。 在座有女儿的爸爸应该特别勇敢。 儿子也一样。 但是那个电影里面演那个救女儿都是爸爸在演。 没有演的,爸爸去救儿子的比较少。 当然,我相信有儿子的,爸爸也会冲过去救她。 只有父母的爱,有可能做到这样子。 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去体会。 孩子还会嫌父母烦,叫我不要去,我就是要去。 好了,她真的去了,回不来了,你还是要去救她。 打电话救不了啊。 你在上网做research,救不了啊。 你人要过去那边。 跟那些歹徒,跟那些政府,跟那些困难在周旋。 你要把自己放在极大的苦难当中。 这样才有可能把她救回来。 不是在看电视新闻报导,然后一边吃爆米花。 这就是我们的神。 祂在祂的百姓受苦的时候。 跟他们一起受苦了。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下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下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有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你快撑不过去的时候。 你要想起。 主坐在荆棘里面。 你被烧,祂也在同你在一起。 那有人可能就说了,这个是喊口号而已。 哪有那么伟大? 天上最高的神怎么可能下到地里面跟荆棘当中。 有可能吗?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27章。 Gospel of Matthew,Chapter 27,27. Chapter 27, verse 27. 27章27章。 寻福的兵,就把耶稣带进俺们。 叫全景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28章。 verse 28.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了一件珠红色的袍子。 29章。 verse 29. 用荆棘编着冠冕,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尾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的面前。 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第三十节。 verse 30. 又涂抹,涂涂抹在他脸上,拿围子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这里是记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得到的对待。 一般犯人被钉十字架前是不会得到这些对待。 他们会用鞭先打他的背。 每一下都有这个铁钩,那个鞭的末端有铁钩,把主耶稣的背拉开,一条一条的血痕。 通常这样子之后都直接拿出去钉了。 但是他们对主耶稣还特别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说好啊,再来侮辱他一下。 给他穿了红袍。 红色是以前君王的颜色。 给他带一个冠冕。 但是这个冠冕不是金的、银的、宝石的冠冕。 是什么冠冕? 用荆棘做的冠冕。 很奇妙,圣经里面荆棘在这里又出现了。 创世纪出现。 告诉我们从怎么来的。 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出现。 苦难的人生啊。 被烧啊。 神在里面讲话啊。 神真的会来吗? 他已经来了。 他会成为人的样子。 传福音,救灵魂。 被人出卖。 被犹太人弃绝。 最后要钉十架之前。 荆棘的冠冕被带下去。 如果你有看过荆棘喔。 很硬。 你要去外面拿荆棘把它围成一个圈。 很不容易。 你自己的手可能就要先受伤。 那个荆棘的冠冕做好了。 压在主耶稣的头上。 你可以想象主耶稣的头, 跟身体,跟心灵的痛有多大。 原来他已经来了。 他真的在你跟我的荆棘当中。 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 有一天他的力量会出来。 我们看保罗他的经历。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 第三节开始。 。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这是发慈悲的父。 是各样安慰的神。 这里形容我们的神是赐给你各样安慰的神。 为什么神可以赐各样的安慰呢? 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遇到困难了,谁可以安慰你? 你被出卖。 你被遗弃。 好了,那个人能安慰你。 他过得很好啊。 他家庭很幸福啊。 那他怎么安慰你呢? 你一定说你都不懂得我的心。 你躺在医院。 刚开完刀很痛啊。 好了,别人来看你。 哦,健健康康的。 很健康啊。 很健康啊。 那个人,看你的人很健康啊。 他也告诉你哦,你好了之后要多保养啊。 如果你跟我做这个擦啊,以后你就不会得这个病。 你嘴巴会说啊,谢谢你,谢谢你,就心里面还加一句,你赶快回家啦。 那你不懂我。 我受苦,你懂吗? 我伤心,你懂吗? 我失望,你懂吗?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懂你的心。 因为我们的经历都很有限。 但是有一个人能够懂。 这就是我们的父。 因为他曾经来到师圣。 真正在这个荆棘里面跟我们一起被烧。 甚至经历比我们更大的苦。 那保罗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苦了。 第四节。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怎么安慰呢? 一想起主耶稣就得安慰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把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一切苦放在心里。 你常常觉得自己很苦。 别人对你不好。 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你会更苦。 因为你觉得你真的很可怜。 但是你不想自己。 你想那个在荆棘中的主。 马上就得到重生来的安慰了。 神了解我,神与我同在。 我要去靠祂。 我要去仰望祂。 我要向祂祷告。 只有祂了解我。 我们来看第五节。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这很奇妙啊。 这里说我们多受基督的苦。 到最后保罗他受苦,不是为自己苦的。 为了信仰,为了传福音,我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呢,竟然能从基督大大得到安慰。 这个就跟基督的生命连上。 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到神的话语。 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勉励。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 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 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节。 2nd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 10。 师父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师父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师父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as sorrowful yet always rejoicing, as poor yet making many rich, as having nothing and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 这是保罗因为经济里的主, 安慰他,他产生的力量。 我们星期四的中文查经班, 很多弟兄姐妹都来。 我们会唱诗, 会祷告, 也会分享, 大家把自己遇到的事情也讲出来。 常常们发觉, 我听弟兄姐妹的分享, 我发觉, 越遇到苦难的人, 把主耶稣抓得很紧, 然后得到主的安慰很大。 上个礼拜有一位同龄分享, 在主耶稣里面, 就算是不好的事, 也是好的。 我们常常很希望好的事情放在我们身上。 但是如果不好的事发生呢? 宽苦发生呢? 也是好的。 为什么? 主会安慰我们。 所以每一次读到荆棘里面的主, 得到很大的安慰。 弟兄姐妹,你在荆棘当中吗? 你快承担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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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记。 主坐在你的身边。 我们来唱诗。 353首。 请不吝点赞。 353首。